杂技演员 真的是让监管是很头疼的角色 你说得追他吧 人家开出去就有三个球 追着追着的就变成四个球了 你不追他吧 他去正常速度修电机 修完一台他又五个球了 而且杂技演员一般都带薄命的 修个街他再救个人 那就六个球了 哎呦感觉就像灭霸一样 收集能量宝石 收集要六个直接升级个宇宙爸爸 脚踝被红夫人拉镜子拿了一刀 感觉就不不好走了 一个镜子直接带走 有一说一 红夫人的镜子拉着真的准 基本上只能靠道具位移来躲 先过去压个耳鸣 这一波要卡死救了 红夫人干什么去了 想骗我救人 哎呦玩笑 这个血仙不卡满了就多亏啊 放香水放香水干什么呀 哎呦自己跑来送刀啊 那这波就得救人了 红夫人抬镜子 哇怎么整的吧 感觉我们这把凶都吉少了呀 这个也太猛了吧 在小黄亚倒地的地方丢个黑球 只要你敢签 我就再接一个白球 小黄亚应该能摇下来的 嘿嘿 不敢签了吧 红夫人直接放弃了上光飞小黄亚 那就回去摸人 杂技虽然没有前锋看到那种强行保护的能力 但是这三个球的牵制能力还是很强的 好 总算修完电击了 小黄亚这波二六的可以啊 从医院里面转出来了 嗯 亨子不断啊 蛤 居然还有红夫人是带狗的呀 找你见识了 这个镜子看看是不是扛得住啊 好吧 小黄亚这波是真的要飞天了 两个队友一人半台电击 那还差一台啊 先修电击吧 心跳越来越快呢 应该是往我这边来了 这波就只能看我拯救世界了 哇 这个镜子有点吓人啊 果然很准 还好我有球可以拉开 哦 夫人居然有点找不到我的位置了 那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好 就差一台电击了 再6个50秒就差不多了 就差一口气了 应该被我盘出个平局了 哎哎你别走啊 可恶 绝跑了 压好密码机那直接开吧 红夫人应该是想要选择追我保平了 拉镜子我就回头火球 哎把镜子都吞回去 这波我给对手争取开门时间就可以了 反正我手上也没球了 哎 居然放狗 小火阵真的不讲武德呀 平夫人 玩名不虚传 我溜啦